首先要說的就是因為所有的工作都有一種靈貫性 儘管其實我其中的變化有很多 比方說出國前跟離開中國以後 各方面有很大的變化 但是從一個人來說 整個過程跟他一開始也是不夠分開的 所以我要說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在1986年 在夏冬的一些技術工作當然也是一直影響到今天 這個1986年主要是夏林大大 然後我們要談到這是一個群體 然後主要是夏林大大的工作主要是說對這個藝術史 還有對這個特別是當時的中國的這種藝術創作的一個思考文史 重新思考 用一種比較激烈的辦法來安抗這種文史 然後說可以 比方說對一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個背景的一種 還有對一種傳統的廣告文哩術師會有畫文 這些當然都會影響到後來的一種創作 這個創作就是對一些現狀、對一些現實提出一些批判性的一些方式 其實多少人都一直遇到今天的工作 浪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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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说我这个具体的作品 跟我刚才所说的中国的思想 有一种比较复杂的一种联系 不是一种很一目了来可以看得清楚 我这个作品是主要是为这个展览设计的 但我用洗衣机进行搞这个创作已经搞了一点了 我觉得参加这个大帝模式展览 参加这个展览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因为不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有这个机会 到国外参加这个艺术创作 而且可以通过这个展览 我可以实地的考察 西方的当代艺术 从而呢也能够认识我自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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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就是我说的里面的一条线索 当然这个总主题上 或者说欢欢商铺 有一些很大的不一样 比方说出口前出口后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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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